作为环境教育设施的场所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常年推动环境教育 今年度邀请到日本北海道 黑松内山毛举森林自然学校的校长 以及日本原住民爱奴族民族议会推动者 在27以及28号两天 特别在馆内开办国际交流工作坊 带来环境教育的经验分享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常年推动环境教育 今年度邀请到日本北海道 黑松内山毛举森林自然学校校长高木秦光 环境教育国际交流负责人吴立涵 以及研究日本原住民爱奴族的三位专家 于27号开始办理为期两天的国际交流工作坊 以北海道为主轴 地方创生为核心 带来日本的环境教育活动及设施经验 与民众进行分享 日本原住民爱奴族 受到社会高度发展的影响 威胁到民族文化的传承 然而日本当地原住民 透过部落与博物馆的结合 以爱奴族文化进行地方创生 并结合爱奴民族博物馆 提供展示、教育研究、积淀藏民族文化 解决在地环境的议题 第一个是爱奴族是一个主题 是有关于原住民跟环境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博物馆想要发展的 因为我们博物馆长期以来 在这个地方都跟一些周边的部落族群 做一些互动 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的环境知识 所以我们要看看 如果日本这个地方在这样进行的时候 尤其是一个爱奴族这样的民族 原住民族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的 我们想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本次工作坊邀请到 于2000年创立北海道黑松内 山毛举自然学校的高木勤光先生 前来分享 以重新连结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为办学里面的学校 如何打造人与自然 及人与人的交流和学习机会 自然学校课程以自然体验 社区发展和人才培育 作为三大主轴 结合当地环境资源 并与在地社区合作 推出自然体验活动 学校已成为地方创生 及社区关怀的据点 更是提供当地学生 对北海道生态有更深一层认知的教学场域 自然学校最主要是做的是 有点地方创生的一个意涵 地方创生不是只是要做观光 或者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赚钱而已 那他们很多地方创生 应有更细致的 例如说对环境的一些照顾 然后对于这些社会福利的促进 我们都很想了解他们怎么做这些 很细致的安排 或很细致的一些内涵 过去史前馆主要以博物馆资源 举办课程进行环境教育 今年度以地方创生作为核心 带进相关概念 期盼台东在地部落不局限于部落观光 因此邀请日本自然学校 及爱奴族文化相关研究学者 与民众分享 如何结合环境教育 推动地方创生 值得民众多加关注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导 liberals来 Jasmine difficulty 评伙优优独播 bei